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人 因其适用云铁打造 将其命名为 远星剑 受死吧 能够死在我的双剑之下 是你的荣幸 这么体面的死法 引议你了 寄灭九剑第五试 要是 是剑影 你今的年纪 怎么可能误出剑影 原来才是二分剑影 赢了 有没老人死了吗 太好了 少主太厉害了 叶云 你居然能把我逼到这个地步 是我小瞧了你 什么 他这样都没死吗 这怎么可能 我们亲眼所见 他被轰杀 那股威力下 他不可能活下来 我承认 你的确很强 强到足以碾压所有同龄人 甚至连我一时都拿你束手无策 但你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已经物乃不败之身 你是杀不了我的 哈哈哈 写云 还是等着受死吧 萌尔 可体 这一击 都将使出全部失利 你必死无疑 总是你有再强的天赋 照着上我就是你的死记 是吗 那就试试他 究竟是谁死到灵头 金刚流离蹄 什么 你要做什么 放开我 可恶 扔不开 等等 这是什么 还要多谢你给我这个契机 否则我下次突破机会 还不知道要有多久 你 居然要破镜 拖不开了 信弘 给我吞噬 公知 检测到被吞噬对象重创 开始吞噬 恭喜宿主突破至五王镜一重 解锁四十倍攻速 没想到跨入五王镜后 连带着攻速都可以翻倍增长 还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次意外 反倒因祸得福了 你 该死 可恶啊 居然引雷劫破我阵法 老龙明明都快化龙了 居然被你这小子打断了 可恶啊 不过区区蛟虫罢了 还妄想成龙 凭你也配 真是痴人说梦 阴间生物就老老实实缩着 啊 孩子 你没事吧 没事 各位可以出来了 你这小子 既然坏了我的攻击 就成为我新的容器吧 要你这次天资卓越的蛆巧做弥补 我一定能跟上一层 不好 什么东西坏我好事 这股灵气是 好纯净的力量 什么时候放我身上的 这股灵气是 老大